近日 白蛇传30周年演唱会被爆亏本 赵雅芝 夜童 陈美琪庆宫殿略显简陋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三位主演上台致辞 祝福观众新年快乐 掀起气氛高潮 演唱会圆满结束 主办方还设了庆宫殿 但酒水就很简单 庆宫殿的现场曝光 赵雅芝 夜童 陈美琪坐在同一桌 赵雅芝和夜童穿着休闲时尚 陈美琪则穿着网纱礼裙 卷发飘逸 十分正式 主办方与三位主演碰杯 后面还有摄影师 场面热闹 主办方说这次庆宫殿 像是港片里的豪门夜宴 家和万事兴 夜童黑色西装 短发色省 虽然显老 但生活自在 赵雅芝 蓝色牛仔外套 装发得体 看不出是七星老人 相比之下 陈美琪老得最快 他盛装打扮也掩不住沧桑 脸上手背都有皱纹 和赵雅芝 夜童有明显差距 这次合体 网友感动不已 有网友发现 庆宫殿的酒水 只有普通饮料 很接地气 有人透露 演唱会是亏本的 票房五六百万不够成本 主办方也承认了 对此 你怎么看呢